你 干嘛呀 那话都犯出来了 太棒了 太棒了 我觉得这个作品就是 我这一次的一个经历吧 一开始就是单纯的我往前走过去 到后面 Giko跟Deakins他们向我招手 马斯就是他是大使团 他推着我们新生代 去往前进的一种感觉 这个作品我刚才看他们两个人 最后诗航加入他们 然后小龙回身跟他们摆摆 那个我特别有感触 其实诗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舞团的成员对吧 叫Killer Squad 我自己做主持的时候 做棋舞比赛 只要去到是他们队友去的 结果到最后爆出来冠军都是他们 对 而且他们是很年轻的团队 最开始六个人比小棋舞 到最近一段时间 带着自己交出来的学生 比大棋舞还是拿冠军 而且一直在保持比赛 他一直在保持活力和创作 非常的棒 哇 来到这个地方我也磨练到了很多 刚开始学跳舞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喜欢马斯的东西 我就会去看他很多的视频 从一个小镇跳舞 跳舞学家 然后到现在可以走到这个地方 可以跟马斯一起合作 我觉得真的是我非常大的一个荣幸 作为大师团 我们其实很宝贝这些选手 因为他们是希望 大家一说到希望就是燃 大家一说到希望就是冲 但是我很想娓娓道来这件事情 记住他们自己是炙热的 他们是鲜活的 他们是在持续燃烧自己的 未必是旺火 但是那个火始终是在的 希望大家顶持着这个热忱 然后继续走下去 不管你现阶段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对 都值得可以走下去 谢谢大家 来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心愿 心愿卡 陈志杭 最骄傲的事情是可以被Ziko选中成为伙伴 可以和DeaconS Sniper等大神合作 最好的朋友 虽然只能选一个 但是他写了Sniper Ziko DeaconS 马东杰 斯文 浩东 巴杜 Hirko 阿萨托 排名不分先后 我不管 我有很多最好的朋友 好嘞 然后最大的心愿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我的团队 Killor Squad 一定会被看到的 一定会被看到的 谢谢 我们来看看 Ziko 最骄傲的事情 和斯文的合作 因为得到了很多 启发和领导 谢谢领导 Ziko 当我看到他的那个 训练带上写的是我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他挺感动的 他下来之后 他也跟我说 他我们俩写的是一样 我说 我没有想到他一样觉得我 那次舞是他最骄傲的 那个我感觉 原来我当下的感觉是跟他是一样的 那支舞 那是我唯一支舞 跳完之后 那个表情是 是幸福感的 是满足的 最好的朋友 Dickens 然后最大心愿是和Dickens Sniper Shadow 朱洁静老师 Karton Kilka 他跟队长一起去上海迪士尼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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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园 包园 好了 包园 我们看一下Dickens 最主要的是和 和Santa 赞多 对 赞多 朱约静一起合作作品 最遗憾的事情是去年没和Ziko一起来 最好的朋友是Ziko 最大的心愿是和 Ziko Sniper Shadow Karton Kilka Tanaka 鱼雷 Kilko Anisha 周一祥 然后韩庚队长 一起去长城 去长城 安排 庚哥 你这个流程早上得在北 晚上就得在提示你 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我到时候举个旋 然后 让我当导游就好了 没有 一天长城 然后再加环球眼球 这是真包园 庚哥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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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还有我们没有参与到合作秀的几位选手 也请他们到台上来 The Machine Dodo Yuki Shadow Sniper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同学录 好 最遗憾的是Shadow从来没遇到过喜欢的音乐 Karton 音乐也不好听 最大的训练 希望Dodo和Yuki能够顺利一辈子 一辈子 心愿都有机会实现 那是那是 来 下一个 Only Dodo Only Dodo 最重要的事情 挑战了不同舞种和不同角色 最遗憾的事情是 太内向导致 没有跟中国舞者 进行更多的交流 最大的心愿 希望所有的舞者可以幸福 希望可以通过舞蹈的力量 为世界增添一抹笑容与活力 来 我们看下一个 Sniper 最好的朋友 Shadow Shadow 最好的朋友 Sniper 最大的心愿 明年继续和Sniper 回来这里 下一位 Fame Machine 最好的朋友 玉蕾 周亦祥 浩东 加新 最大的心愿 我想要在中国展开新生活 我喜欢中国文化 这是要定居中国的意思啊 First of all I'm really glad like being part of this experience because I've met a lot of new friends a lot of beautiful dancers over here Also I want to thank all the massive dancers over here because you have done a hell of a great job to inspire the new generation so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recognize and also I would love to thank the captain Thank you so much I would love to thank the rest of the dancers because you all done a great job and I think that's a beautiful end for me Let's see what the future holds so thank you so much I think for all these experiences that I've done here during this competition with all the power that I brought I have really no regret to bring this in China I think it was one of the most a beautiful experience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bring a big legacy here in China and to give hope because China is full of amazing dancers I didn't realize that China was so full of talent and potential and fire so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push the Chinese culture especially in Crump I think it was just beautiful as it is come back stronger with new things and a bigger legacy 其实 刚刚大家就这么开心吧 就其实我是那个纽带 咱们就是说 编了就是说 比较美好的两支舞蹈 为他们 对 让他们比较 就是默契上升了一点嘛 对不对 是 现在是多方位认证了 我觉得前面的作品 都已经 编出了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所以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其实对于舞者这个身份的我来讲 其实已经很陌生了 自从我有了更多的身份 和更多的工作以后 身为舞者的那个我 慢慢的就走远了 但是经历过这个比赛以后 我觉得 作为舞者的那个我 我联系上了他 所以我很开心 而且我觉得 一直我都是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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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有一个 battle 作为一个 收尾的一个句号 我觉得还挺好的 还蛮有层次的 这个结构 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 我真的 我非常感谢在这个SDC 我是真的 我真的很感谢 非常感谢 我非常感谢 我看到舞者的大舞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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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们发布 我都很感谢 我全是 我真的 我对我 在冠军中的 我和我 在这场舞者的 有很多男生,有很多男生, 我最終是有很多男生, 我可以做到的男生, 我非常嬉しい。 我真的有很多人在学, 我也是有很多人在做的。 我也是有很多人在一起, 如果我今後有中国的, 我希望有甚麼事, 我希望有很多男生, 我希望大家的魅力 我希望大家伴供的魅力 非常感谢 这四位队长 还有所有大师团的老师前辈们 一路以来对我的认可和支持 以及感谢所有热爱街舞的朋友们 谢谢 然后 谢谢Yuki 来到这里那么久 认识了那么多朋友 学习到了那么多 我真的就是 这是第一次自己感觉到自己的成长 从最开始就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我就只知道跳我自己的东西 就跳就行了 然后到后来认识了很多朋友 包括组队 我们当时在红队的时候 相处的时间也很长 他们其实给了我很多机会去让我编 让我给出自己的想法 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然后再到后来自己组建团队 我终于明白了就是学会有担当 我保护他 我保护他 这就是街舞第六集 等我 我一定会回来 对不起 对不起 嗨